第十题在台湾家庭用电一般分为有110伏特与220伏特两种为了防止民众错误的使用插座都设计有防呆装置 只要电器电压与插座电压不吻合就无法插入使用 又图示台湾常见的插座图形 请问哪一个洞式接地线 这个图示就是老师上课讲过的220伏特电压的插座样子 那么B跟C这个是成平板状的 就是一般的插头插进去的地方 然后那个A是一个像是一个半圆形的洞 然后一个比较图形的那个洞 这个洞呢是做接地用的 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 请问你哪一个洞式接地线 我们答案选择是A A